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卓球港 廣東西 第二季 一個是東 一個是西 兩個卓球港最長期的主持 用聲音聚首 以卓球為名 碎碎為實的 唱戲清談節目 有請我們的節目主持人 Kickstarter大臣 K.H. 和口水多個茶的Ross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卓球港 廣東西的第五集 今天這個題目我都非常非常興奮 我們今天都有嘉賓主持 不過首先有一個大家都聽到不想再聽的 我呀 只有八色K.H. 哈哈哈哈 另外呢 我們今天的特別嘉賓 就是我們的嘉賓主持Andy Andy 和大家認識一下Hello 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dy 現在介紹一下自己 我剛剛加入了BGP 加入做主持 其實我自己就是 在不同的地方認識一下K.H.和Ross K.H.就是 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 去One Game Club 團購某個遊戲的時候 就追尾班車 進入神秘的WhatsApp 通常都是這個故事 對 通常都是這個故事 如果是根據Happy的成吉之路的話 就應該是 那一刻從Level 2就跳了 上去不知道Level幾 哈哈 那個故事太恐怖了 不可以跟別人外傳 他也是這樣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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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你是其中一個 尾班車 還有幾個都是 是的 我可能開群組之前 好像跟你 不知道買什麼遊戲 然後就加了你 還有那隻遊戲 我現在都沒玩過 是的 那Ross呢 Ross 又是那隻Google裡面 看到他剛剛推銷 Game of France的卡遊戲的時候 就加入了進去 那也開始接觸到FFG的遊戲 在那時候 是啊 成為了第二大位 做一下就變成第二大股東了 那如果想知道 為什麼Andy是第二大股東呢 那記得留意 我們剛剛推出的 應該上個星期推出的 就是這個 All Time Top 5 All Time Top 5 大家可以看看Andy 究竟選了多少隻FFG 我都沒眼看 我看他選了之後 好了 那今天我們事不宜遲 那我們就第一個環節了 一起來看看觀眾的留言 好了 那我們就去到第一個環節了 那我就掃了掃的留言 今集的留言呢 比較少 那阿金呢 還在跟我說 都說要你們的嘉賓主持 Ross 我不是這樣看 是的 我不是這樣看 錯了 我們讀完留言之後 我再回應他 為什麼他會這樣 我覺得我們的觀察 是不一樣的 那Harris呢 就說First 多謝Harris 永遠的Top Fans 我們的訓練 無論任何時間 他都會搶到翌日 這個真的很厲害 而且大家知道 Harris其實是住在美國的 那所以 不過我的影片通常 晚上出 我不知道可能他 很不專心做事的人 總之他經常會提 First到的 真的很厲害 好了 那Feddy就問到 今次沒有嘉賓 下次是誰 下一集 現在就知道 那是Andy 開始會陆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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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前就是比較 老派少許 長期少許的主持 現在開始的新主持 陆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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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 陆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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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 rical Harris就說 澳洲的大、 Mitte 但美國還反而不是很嚣 我很驚訝 是的 美國不是好大 柭時期 我常常都觉得美国有些像Gradmont那些很大间的supermarket里面全部都是摆桌的人 我常常有这样的幻想 有的 但是未必有它那么多 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那间是作一个玩具店来看 因为那间我没看错 应该不是一间桌桌的店 它不是Good Stuff Inc 它是一间玩具店 其实荷兰也有 我拍我的版本的时候大家会去看 但是如果你要去 我几乎去估计可能有两三成三四成都是board game 但是可能我们 在荷兰看到可能只有10%或者10%都没有的位置是board game 都多的 但是就不是那么大的ratio 这个可以到拍我的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现在我们在lock down 我们什么都没得拍的 Harris都打定输了 就是说Gincon也是下年 还有他都说 五岁公希坟 Andy是不是太太可怕了 对啊 他说的 五岁公希坟 五岁公希坟 十七岁公希坟 那他十岁玩什么呢 真的 有时候一样东西 都是 如果他五岁已经玩Groom Haven 那他十岁玩什么呢 就是 已经到顶级了 好像我经常都说 是的 阿鱼都跟他女儿 几岁都是玩散鹰的 都是这样的 我意思是 我不是说 第一 就是小朋友叻 或者是家长教得好 是我做得不对 但是我经常觉得 就是很搞笑的 大家要分享一下 就是我觉得 小朋友你这么快 给他这么正的 那他怎么去到下一格呢 就是我常常 我老婆有个很搞笑的比喻 就是说 我不想让我儿子 这么快吃哈根特雪糕 嗯 就是这么早就吃最好的 那怎么办呢 之后 接受之后吃牛奶公司 是不是 所以 所以我们都特意给一些男性 Donald也就算了 所以回到桌球游戏 我真的不是介意他说 他叻的性 而是 那他 就是 我没有带 虽然我也有FORCE HAVEN 但是我没有 都是第一的 那如果你他朝一日 玩SAUCE AND SAUCEERY 那他就很不开心 我好像那些食家那样 就是从小吃 对 就是这个点 不过anyway 拉远了 Derek就是说 我本身四五百元以下的游戏 其实都预算二方的 这样 那很多人都不介意 买九百元 是啊 这个价位都ok的 但是现在上集都说到 多了你二手Game 一个500 或者甚至乎四位数字呢 你会见到那些人 立刻hesitate一些 好像我上集都是这么说 是 喂 不过呢 不是啊 你讲开又讲呢 就是近日呢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我心理作用还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节目出完之后 好像突然有很多人放二手Game 就是二手Group 好像不断有一些 就是一招一招一招 那样出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以为自己真的是KOL 可能Facebook呢 又是独心 那样 接着就不断扮那些 是的 你讲完 电话听到你说二手 他就展示给你机会大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重要的KOL 你叫KH 好了 KYLIN呢 就是说 近来二手市场 这个TOO MANY BONE的收纳盒 也是很例子 他给你追回 但是就会贵 那样 所以就会二手买还是等 其实都是 这件事就真的是看你 你心不心急 是的 但是 但是我觉得 这个TOO MANY BONE的例子 其实就是 典型的Chip Theory 它做大了 因为他们就是 做Kickstarter 开头的时候 整天的数据都是 若莫计算 但是之后 又会玩不计成本 那样 哄到一些 好像那些客人很开心 那样 那你猜那老板他没有钱赚吗 大哥 他原价Kickstarter 都好像整天 八十元 还是七十元 Andy你记得吗 很贵 八十元九十元 跟着跟份费一样 是的 是的 不是 有一样好的 就是我在欧洲 就是Chip Theory的Gamma运费 是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 你们是再惨很多的 吃香港的运费 但是 我想他的铺 真的 Asia的铺 真的不够大 他做不到多一个 所以 不过算了 这个Chip Theory 真的 他现在开始要收税 我很惨 Harris 又继续Harris 他说 Caban Solo 很期待 他有个Solo的Web site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你说更新了 他的Web site 他说更新了 他另外的PM 我告诉他更新了 他之前的转 Resources 解决了 因为不然你会卡死 所以是很合理的 做法 而且也不难 他也是 弄多一些东西 是的 我先试一下 我这个Jonathan 就说 整天是买二手游戏 我整天听他说 不断买二手游戏 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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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两天在Discord group 上显示 什么想二手 买一只 我直接说 你加入BGP 你不用加入 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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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jamin就提到 他整天做着东西听 所以说东西长 也看下Patreon 纯声版那里 我们在谈论 有些技术上的东西 但也在看 因为始终view数也不太多 想多些人推广 我们想个办法 不过我们正在想一些东西 看看可不可以 KH你不是说 我应该会 改一下版面的像素 令到容量会小很多 看看再弄 我又不想他 还有其他东西 除了集中的view数之外 还有其他东西 也想大家继续可以留意 因为你如果听的话 你不能留意 集中一点 不过再谈一下 我们都明白的 如果Patreon 真的有很大的要求 我们再订计 OK 好 他都说他退Keyforge的时候 卖个Deck 但是 买Game 可能是旧Game 才会去二手里 叫 你有没有试过在二手谷 叫 要什么Game 其实我没试过 我试过 不过 我也忘记成功了 没有 好像要买 未来我可能会叫 我现在还在想 入不入这个Project Elite 很烦 稍后再说 好了 OK 然后Mr.Ball 就是说 整天看二手区 第一两个钟 就被人买了 是吗 如果新Game 是 旧Game 可能就很久了 所以我好像上次说 就是说 可能 你新Game 其实还能保持到 但是你不想着以前 我的Game 两三年 或者我想清位去放Game 我觉得越来越难 就是清位放 买旧Game 以前可能都有 我感觉就好像七至八成 你买回的价钱都可以 现在好像 不行 而且其实现在的资讯 流通得这么快 好像近期 那些人一直在放这个 Ticket to Ride的 Euro版 大家都知道 这些就是走不掉 就是这些 旧Game 未来的卡卡松 那些 20周年 15周年 那些 上一批那些都不知道怎么办 是啊 等于我的Eclipse第一版 到现在都没人放到 我刚刚刚在那执柜 看到我一副旧的Eclipse 我当看不到 你家里大 你家里大 在地窿里 阿Biel说 近来想玩Nanimus 但是没有人放 但是一手 又不知道 二手上色 二手上色 二手上色是难一点 通常二手 你上色 你就想着 你大部分机会都不放 是啊 游得就不会打算放 是啊 不过就是大盒 我同意的 是啊 那 看看吧 Limusus 一个Kardex 可以放得完 整个 但是你还有Limusus 新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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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家里有这么多Kardex 你看到你的那些 很多 我在澳洲不同 对吧 对吧 Anyway 阿Mond就说 零经验分享 留言纯支持 接着 Angus也说 零经验分享 是的 都是尝试跟我买多一帮朋友 我真的 Angus我刚才想了一阵 我真的不记得了 放了什么 他留言给你 我真的不记得了 有印象的 那件事 但是我忘记了哪个游戏 是的 所以我的总结 就是回答阿金 如果阿金听的节目 就是 不关 你的 虽然你也是我们的台柱 你存在 view数是高的 我同意 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对的 但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问题 这个节目 上次的题目 就是 我们的听众 个个都是collector 来的 个个都不捱game 是的 那个个哪有机会 去留言这一集 最奇怪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题目 其实是Patreon那里投出来的 Patreon里面 个个都不卖game 你又要人家说二手game 然后说完之后 我没有意见的 其实我都不卖game 可能他们好奇 就想知道 想看一下 就是有钱人 不会知道 窮人的生活是怎样的 哦 想看看那些民间疾苦 那接着呢 就看了牌子后 不过其实我真的没有意见 我真的告诉大家 因为我真的不会的 我永远都是kickstart all in 的 我们完全明白的 我们完全明白的 没问题 那就多些时间去谈 其他跑路 虽然讲讲讲讲 都要讲了十多分钟 那我们就去下个环节 主持近方 好了 那我们去到下个环节 也是这个灼游生活分享 那我门也是客人 那Andy 你先 你有什么有趣的跟我们分享 最近 最近试图了一只 旧game的第二版 就是那只 The King Is Dead 其实我觉得 每个游戏机制都挺特别的 每个人都只有八张手牌 背景就是说 一个英国的时候 一个国王嘉宾 势力四分五裂 那你就会找到不同的支持者 追随者 去 湧立你去为王 那只有八张手牌 就是说你成绩的游戏 只有八个行动可以做 但是他又做到一种 玩家之中的 Tension 还有 想着 如果我这样做 对方就剩下什么 行动可以做 其实挺特别的 体验 那些石子 我知道 是No Punching Include 的Game of the Year 是啊 我也想不到 他会放这一只 在Game of the Year 其实 八张手牌 是一模一样 还是抽八张手牌 八张手牌 八张手牌 大家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那八张手牌 OK 所以你会知道 对方是剩下什么牌 每一回合完 就是我通过完之后 你就通过完之后 就会立刻重复 那一个区域的关系 看看哪个兵多些 那兵多些的话 就会 那个地方就是个人控制了 看回你自己 拥护你那个人有多少 最吊过的一件事 就是每次 你出现一个行动的时候 你可以同一时间 在地图上抽走一粒兵 去拥护你 但是这个时候 就会弄到 这个场上的势力 同一时间又少了 有一种这样的转变位 而且 它的性理条件 又会瞬间改变 如果那个地方 是打和的话 打和太多次 就变成法国入侵 那性理条件 就立刻转变了 不同了 其实 这个位置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这个疑人 这个疑人 疑人都可以 我觉得 疑人都应该没问题 这个游戏 我好像都听过 就是跟这个 ROOTS有些关系 就是说作者都 inspired of 这个游戏 另外就是 其实如果有玩过 就是前几年 有八分之一 那个系列 其实都有一些 类似的机制 应该都是那段 就是inspired of 这个游戏 因为这个游戏都很久 我忘记了他第一版 就是很久之前的 应该都有一些关系 因为那个游戏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玩过 一、五年 一、五年 是的 八分之一那个也是 就是说 也是几张卡 跟着做area control 也是很紧臭的 就是很少的卡 很少的material 就做到这个效果 那也是有趣的 有趣有趣 有趣 值得留意一下 先看看 又好像读到我一点 小小盒 好 不要说这些 又小小盒 好多小小盒 好 记住到你了 好 那我那天 其实都是和Andy试游戏 试了几个游戏 譬如试了这个Project Elite 唉 大件事 竟然 竟然试游戏 要搞到我有点想后聚 你没玩过吗 不是 我没有 旧版 旧版没玩过 旧版是绝版的 你有的 我们都可以 你还要运走 它 哪有试过 而且 很好玩的 旧版 有的味道 而它是一只路人的 有少少少 strategy 但是气氛很足的 一只Party Game 那就令到 唉 搞到我有点想追 但你也知道 那些视频 要后追 很痛 很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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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那些东西 可能是瘋玩 Andy那副 又或者有人肯 国外的 你PM我 我们聊一聊 其實 Andy也有 all in 是 我只玩完 我就会 prefer 会是 core 加个search goal 其实 那时候 如果back a core 就very good 可能就是 加褲装甲 就算了 不要拉到不完 先 留一看review 其实我想说 反而 就是说一个 猜不到的 话说 就是 我刚刚上星期去找星店长吹水 去到他那里 就说 看什么游戏好 他就说 有一只 阿金的游戏 这个游戏好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 台湾 不知道台湾 是否台湾 是否台湾公司 我不知道台湾 还是内地公司 总之是法洗字 就是叫做 幻视好游戏 游戏 游戏 这个游戏 为什么会 他推荐给我 就是因为是 Party Game 和好好买 为什么我会留意呢 其实这个游戏 我一早就留意了 因为他就是来自 ASMODY 不是ASMODY 是ASMODY 就是 Innovation 那间公司 出的一只 很久之前的游戏 都 几年了 那只游戏 英文名叫 We Did Not Play Test This Either 它是一个系列 另一只 We Did Not Play Test 这样的游戏 这个游戏 也是第二集的中文版 这个游戏 有点点 就是 第一版 英文版 没有公仔 只是字的卡 是一些Party Game 大约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最不喜欢的 Take that Game 就是抽一张牌 看到什么 然后就在手上打出来 然后就做上那些东西 就是我们很不喜欢的系列 但是因为是Party Game 它就是一只 总之就是把卡上的 会写着有些Rules 你做到那些Rules 你就会赢的一个游戏 但是那些Rules 是一些很压力的Rules 例如 你今天吃香蕉还是蛋糕 然后投票 我吃香蕉 有三个香蕉 香蕉多个蛋糕 我赢了 我赢了 就是类似这些东西 原本英文版 我就吸引不了我的 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去日本旅行 我就看到 日本版 就是把英文版 转到日文版 日文版 是卖第一 但是因为没有公仔 我都吸引不了我 但是这次不同了 这次他就换了很多 咪咪的图 就是我们平时在网上 看到那些很搞笑的咪咪图 他就换了下去 令到整个Game 生气 就是有个生气 回来 接着我们那天玩 一玩 玩完 在座那六七个人都说 喂 如果有得买 都真的要买一副放在家 农力廉价 和这些朋友玩一玩 那 还是好游戏 那有机会 你可以到处找一下 应该都 都出了一段时间 上年出的 但是一直 我们没什么留意中文Game 那就miss了一只 很好的Party Game 好 那Ross你呢 你做了什么 我刚刚网上看 英文版 你知道我找到中文Game 神经病 怎么抽一张牌 如果你玩这张牌 你会失去 是啊 是 我那天就中了这张牌 下面就写 不是 你会失去 那是不错的一副东西 我明白日本可以去到这么高 有些人给到5.5分了 那些人都生气了 都说没有Playtest 你玩什么 生气了 什么5.5分 你给1分就不高了 如果你按机制来说 但是有效果 没错 买回来笑一次都大 那些 是啊 是啊 期待 留回来到我和阿金玩 好了 接着到我了 我就 刚刚这个weekend 其实都病了 有点感冒 但是都病了 都要捉我老婆去试一只 就终于 我圣诞秀secret center 那一只 就是这个civilization 其实我是带着一个心情 是我知道有问题的 因为其实这只game 大家知道 其实是 糟了 几年前出了 两三年前 两三年前应该 两三年前出的一只 我现在先着一下 先确定了 不要说错 就是2017年 没错 I'm sorry 现在是4年前 四年前出的一只civilization game 那其实他跟之前 很久之前 FFG出的一只 叫civilization 就是Andy 你很喜欢一只 那 其实就完全没关系的 但是呢 他就拿了 新的civilization 应该拿civilization 6的那些图 就是电脑 game的那些图 那就再重新设计过一只game 那当时候呢 FFG都 因为这些civilization game 其实我知道一向大家都很喜欢 都应该高分的 那BBGG就不是很高分 但是我都很喜欢 那之前那一只 我都OK 但是没有Andy 你那么喜欢 那我也下去试 但是我怎么也会放到 wish list 就是说 我很多人说 这只game 的 是其中一个FFG 做得最好的 是真的救了一只game 那所以呢 我就新鲜事读了 其实呢 我呢 星产老运就不对 其实我wish list 是放了一个expansion 他就只是送了call game 给我 那 没办法了 那就算了 人家送礼物给我 都不可以怪 我就想着 你会不会有心思一些 又送了什么 因为expansion 就是刚刚上年 九月十月份的时候出的 是的 那我就试身先试道 那我看rules 跟我老婆讲rules 大家都觉得 咦 好像不是太差而已 这样 因为它是很abstract 就放token 放token 接着就去 跑你那些 三个不同的objective 但是它有个挺特别的位置 就是那些objective卡 你有上下两个的 那你选一个都可以的 那譬如上面可能是 你要建八个城 那下面是你建两个 蓝色的奇迹都可以的 那听起来好像很合理 甚至于你开之前 都好像可以 但是你完了你的game的时候 我用了两个时间 不久的 只不过小朋友在那里搞而已 完了你的game之后 你觉得 好像差一点 是真的有问题的 就是那个interaction也不太强 而且那些兵 你霸地也是那些兵 打赢那些兵 那接着兵就这样丢一下 那些兵 很到后不到肺 好像 但是呢 我会emphasize 它中间最core的 那个mechanism 就是有 你可以有五个action 你那五个action 你就 take一个action 那张牌都退到最尾 那你最尾就是最差 越去到上去五就越劲了 这个system 我觉得是好的 你是会有多了东西去想 因为其实都是一个engine building 但是怎么去optimize 它就是说我 拿五是最佳benefit 但是我这个时机 我如果去打 其实不合理 我应该要去旷承的 那我觉得这个system 是英俊的 但是就很触到 都团不了国 就是 是的 就是很多东西会卡卡你 你不知道为什么卡而卡 打仗又古怪 那些奇迹 那些wonder 好像又很不平衡 有些就超厉害 有些就好像不知道拿来做什么 那 所以就 是的 你问我 如果不知道有些expansion的话 我会真的觉得 真的差 FFG 可能就会已经丢了出去 去sales list 买了它 但是呢 我就会更加令我期待 就是说 虽然这个心态很有问题 你明知道这个衰 你还要跳进去衰 让它救你 那整件事很病态的 就是没办法 股东就是股东 是不是 那但是我想我都会 因为其实我都偷看了expansion的那些 rules 我一听完了 哦 哦 哦 是的 包括我最喜欢的那些什么 每一个族都 即刻那个 它其实有个种族技能的 那但是 都不是太着眼的 我老婆miss了几次 就算了 都不觉得的 因为大家都有跑过 那种东西 但是它 我没有记错 它就是比如expansion 就是加了六 变成五个变六个 action 有一些 呃 种族的专属 action 或者是那些 呃 呃 打仗的东西 都不同了 以及explore 那些东西会强势 基本上会变成第二个game 那所以呢 就是好像在那里 黑销 就是FFG给了钱 是的 我会觉得几样东西 就是说第一 呃 我会期待这个expansion 会令到这一只game 怎样 而第二样东西就是呢 呃 我又很正面的 你知道大家我拍了一段新闻 就说FFG就是死的了 完结的了 是不是这样的那些东西 但是很正面地去看就是说 咦 咦不是的 就是原来以为那些人走了 但是其实FFG 如果那些expansion真的可以 如果真的像大家讲的那样可以 就是其实他们有一帮新的designer 是真的旧game 还有我double check过了 那个expansion的designer 是跟Core的那个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那就是 所以会不会 其实他们真的认真地去做board game 就是甚至乎我想 重返回它以往 永远FFG出那只box 那些game 好像gamera phone那些 就是佳作的这样 就是当然了 他们的大佬已经不在了 那么已经 但是 是的 一个game又另外联手了 那么多东西 你看我可以多吹10分钟就还可以 真的真是厉害 那但是 那这就是Civilization New Donald 玩完之后就是这个感觉了 那我估计expansion我都会进去的 但是呢 大家就不要进去 等我试完这件事 看是不是真的真的 能够救回这个game 如果不是呢 因为你想想 你买一只call game 也都预计是不行 而就是要买expansion 才能够救回这个事情 那就是你整个game 是一只 就是两个东西加上的价钱 那很小小 因为的expansion也不便宜 差不多一只game 那么贵 嗯 我也听过一些外国的broadcast 也有说过 他说真的能够救到这只game 可以将这只game推高不少 是啊 是啊 现在你问我给我 我估我5分而已 给到6分了 就是FFG 但是听人说可以扯到8、9 是 是 那麽厉害 我真的想试一下 一个expansion救全家 就是当然TI3也是expansion救了它 本来TI3是麻麻烦的 一个expansion1就扯了那件事 说不定真是江山人 江山自有人财出 对了 炒了才会有够呢 anyway 厉害了 吹了吹了吹了 那我们现在就去到下一个环节 本周广东西的节目主题 好了Andy 你今集就来了一个 那麽厉害的主题 这个主题是什麽 不如你轻轻说一说 我们戴好头盔的准备 还是你震慑的位置 其实现在故事类游戏 就越出越多 有Kickstart 又有VTEL 也有不少 那我们都玩得不少 有很多我们都会喜欢的 但是我们都觉得好像 怎样都好像还在欠点东西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 就要寻找完美的故事却游 嗯 那我们不如在谈之前 Andy 你和我们一起 我们三个一起 at least 虽然我们不是BGG 但我们定义一下 你今天讲的故事游戏是什麽 或者你大概分几类的本类 其实在却游里面可以发生的故事 通常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那一类就是 因为那个故事就可能在 就是在游戏里面我们玩的时候 就很自然地产生了 好像Happy 玩TI4的时候 做了自己招兵卖马 做了自己的艦队 然后去到那个议会 订了一条很厉害的 game changing的law 然后最后他赢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Epic的时刻 这个就是一种的故事 就是很自然衍生的 在游戏里面的途中 而另一种就是近期 可能比较多些的就是 设计者本身已经是一个 写好了故事的剧情 那我们玩家就是 控制可能一些角色也好 或者是在游戏途中 就执行故事 而是一个故事准备的 一个bloggame 嗯 而我们今天 你讲第一类的那些 你讲第一类的那些 就是比如说D&D 那些都当第一类 就是那些是 玩家与玩家 因为这些game 而做出来的 属于我们的故事 就是等于刚才你说TI4 是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想 Happy永远都会记得 他当年一个打五个 赢了这个 就是给他偷偷地襯 石神和Persy 在夹攻我们的时候 偷偷地 轻松胜出小丑巴基 赢了这个TI4的BG Port战役 这个故事到现在 我还记得的 是吧 都是两三年前的 或者大家很多D&D 玩过那些东西 那些就未必是的 我们今天主要focus 是不是就是这些 设计者 准备给你的故事 是的 今次我们主要集中讲第二样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故事game 为什么这么引人入胜的原因 就是就是 就是刚才所说 他会带给我们这种 experience 那种experience 会牵动我们的情绪 我们会很记得那个 moment 好像因为Happy 发生那件事之后 就觉得TI4很好玩 很好玩 他就想起那个位置 就是觉得TI4好玩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发生过 这些故事 而其他的故事 game 其实我们看回 现在BBG 头十位的 就是那些游戏 可能现在第一位 Groom Haven 第二位 Pandemic Legacy 其实他的故事成份 都是有不少的 在那里 也可以说到 为什么现在故事 game 也是另一种的主流 或者是很多 无论是Kickstarter 公司也好 好像Alcone Realms 都出了很多故事游戏 或者VT也好 都会出了很多故事游戏 但是 其实我们都玩了很多 你们有没有说 哪一种故事 game 你们是特别喜欢的呢 我想如果要拉回头 把时间续拉回前一点 我觉得真的不能不提 有一种game 我觉得是将 刚才我们说的 故事game的热潮 带起的一种 近代的经典 谈不谈得上 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品 那就是Time Story 是 那Time Story 其实 老老实实 你问我 这些 Truth of Adventure 的game 这些可能几十年前 都已经有了 开本书 大家在那里玩 那但是 真的将它 变成了 bord game化 有个很大的 有个bord 你说是不是真的用 我不是很说 这样 那将一些 一些 一些游戏 机制 放进去 可能我觉得 Time Story 可能你当 七八成是故事 三 两三成是 就是那个 mechanism 就是大家记得 我没玩过第二集 但是第一集那些 那个什么time point 那些东西 那和你每个人角色 有些不同的技能 有些不同的物件 可能可以帮到你 那当然 Time Story每一关都不一样的 不能作促 也都不评论 那你问我 我觉得那个 其实就是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里程碑 就是那时候 大家觉得 咦 不是啊 一只bord game 原来我七成故事 两三成 游戏 机制 都够玩的了 那就开始 叫做 expand了一件事 那当然你问我 Time Story 特别头那两三集 尤其是第一集 core game 那个 那这些是 那个游戏 那不可以说的 如果大家没玩过 虽然可能 玩的都应该玩过 如果没玩的 就记得玩core game 或者我当年 Amazing Core Game 我还记得 这个呢 我觉得是有些 弄乱的一件事 就是它将游戏机制 它的故事 有人入星 令到你记得那件事 所以如果你有玩过的话 大家都一定记得 Time Story core game 发生过什么事 那我觉得那个是其中一个 融入得挺好的机制 都令到不同的厂商 发现 咦 原来 board game 加故事 调一调味 甚至乎调大部分 都是故事味的话 大家可以的 它没有minifigures 也没有什么 都买到盘满半满 赚了多少钱 所以我觉得第一只 直叫不能不提 就可能是Time Story Ketchu 你有没有第二只 弹出来 还是你想回应一下 我的Time Story 嗯 你问我 我自己觉得 故事game来说 其实有些人都会说到的 其实我就 对于故事game一般的 因为可能我 我以前看太多故事了 所以其实呢 board game世界里面的故事 其实要令到 我有少少动容 其实是 都挺困难的 所以就是动容 你要令到我有惊喜 或者什么 其实就真的 不是很多这些 所谓的 很震惊的moment 如果你问我 数回的 通常都会是 比如这个 pandemic legacy 又或者是 crank legacy 又或者是 近一点的 比如这个 interview 会有那些 位置 那 如果你问我的 其实 如果有跟 的话 我也知道 我之前 譬如time story 一出 其实我自己是 我一般的 其实基本上 故事game 我是认真地一般的 一会儿 我想我们都会讨论到 这位置 到时再说 好 回到Andy 先交给Andy 如果故事game 我自己 其中一个 比较喜欢的 series 就是 Mention of Manus 或者 Arcum Horrors 就是LCG系列 我觉得他们的好处 就是 如果 好像 Mention of Manus 他们的气氛上的营造 就是我要估计 迷团 究竟 成立条件如何都好 那种代入感 是做得很好的 而Arcum Horrors 说LCG的好处 就是因为 那个角色的deck 是我自己建立出来 我和那个角色 那个联系的感觉 而随着故事发展 去upgrade 而去故事发展的时候 我们选择了不同的part 也都对剧情有一定性的影响 这些 都是令到我感觉到 可以代入到控制的角色 这些东西 那 这方面 就是故事game 我觉得其中 要做到的东西 就是故事 我会有一个 代入感 而 也有那个气氛 令到我们可以投入到的 那其实 如果我们现在去到那个 就是我们说了自己 喜欢的故事的游戏 那其实 刚才Catch也说到 其实你对故事game是一样的 就是 这个我也知道 Catch看了很多漫画 很多不同的故事 那你觉得 那个问题会在哪里呢 你自己觉得是 那我想 就要回到第一个个位 就是 究竟一个好的故事game 我们要有些什么的元素 那 我自己觉得 他第一个元素 就是 最简单 最直接的 就是 驚喜 如果你跟我说 故事 是从前有个勇者 跟着 他打个大佬 跟着打赢了 那这些不算是故事 就是 以前玩这个Design的年代 其实他都有故事的 只不过问题是 故事就是 由他Day1到他爆机那一刻 一切都是你预计之内 那 那 对于我来说 他可以是一个故事game 但他不会是一个 吸引到我的故事game 那我想 第一个问题就是 驚喜不足够 那些 我所说的epic moment 是不足够 即 他没有一个驚喜 那 你们呢 你们觉得 现在的board game上高 故事上高的驚喜 你们觉得 足不足够呢 嗯 那我先说 即我 玩 都玩不少的故事游戏 那 其实第一 好像Ross 那样 第一次玩time story 就觉得 很棒 那种感觉很特别 但是玩得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发觉 故事就 越来越 好像全部都似神相识 有些呢 就 写得太过涌场 即是 故事未去到气欲 那游戏性 已经不令到你 已经不想继续去到 故事重要的部分 那样 那 这个可能就是 Tinker Grill 那种类型 就是给我的 的感觉 即是 故事那个节奏 的推进 他们那个 掌握位 也都不是很好 那样 即使这个故事 写得好呢 也都好像有些浪费 那样 你去到那个位置 就可能已经 继续不了 这样 我是这样看的 我就 正面一点 大家知道 一向有人很正面 我就觉得 其实 是 完美 我们可以转头再说 什么是完美 但是我觉得 你把这件事 去调一调尾 其实 我觉得 是 一个 感想天花 来的 当然 我明白 不是说 Time Story 可能最后 我没玩到最尾 死了可能都是因为 剧情失控了 或者什么 令到这游戏 由神作变到现在 一样 是的 我听回来是这样 我没玩到最尾 我玩了几乎 但是 如果是一些游戏 你加一些故事去调尾 而如果 那个设计人 或者出版社 是可以拿到一个 不错的平衡 其实 没有坏的 甚至乎 其实 可以帮到你 你会引起你去多开几次 因为有些人 是好像 就是我们某些主持 或者是 某些听众 都可能是 就是说 我很想精益求精 我玩Bot Game 我就很想 Europ Game 我就想跑分 我就是想找到神之一步 那 这个没问题 就是 如果是这些玩家的话 可能剧情这些 你会觉得 浪费时间 为什么我要知道 但是有些人 好像我这样 或者我和我老婆玩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 拿一只游戏 就是说 我们故事背景是什么呢? 好 通常故事背景的东西 如果弄到规则 弄到艺术的话 已经会让你更加投入了 但是如果你可以再多了 就是说 by the way 我想提一个挺有趣的例子 就是 Marie Cabo OK Marie Cabo Alexander Pfister的一只 是 前年Edson的作品 那 Alexander Pfister 是大家知道 是一个已经享负成名的 欧式的卓游 已经变成了 新三王或者大师了 就是 他的 Grey Resson Trail Mombasa 或者刚才我说的 Marie Cabo 其实都 开始上了晨台 是不是? 他是其中一个 Europe designer 他很想在里面 加一些故事 所以我会觉得 他明明是Europe game 只是 跑分都是跑圈 Marie Cabo 但是他会给一些故事 是 你可以挑战这个故事 其实不是写得那么好 但是其实他 也用了他的方法 使得 这个游戏 是会 改变一些 原来某一些 Worker placement 你如果玩到 Chapter 2的时候 就会有些不一样 我相信他 因为大师 我相信他 他也是有 平衡过的 也是有想过 这些 所谓角色的牌 没有很 Diskorch 或者可能只是 改一些 但是就会让你觉得 可以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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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某些玩家来说 不是每个 但是某些 譬如我这些 着急 投入程度 的玩家 其实就会想 你有这些东西 是一个好的发展 我再给一个理由 我再开 救了一个女孩 之后要去找一下 如何解决瘟疫 或者马拉卡布的股市 会发生什么事 医生那里会怎样呢 海盗会追过来 会怎样呢 当然这些剧情是很旺道的 是的 我不是看漫画 我不是预计小说的 但是原来我玩一只 好的Europe game的同事 帮我调到调味 的话 我也是一个好的trend 是的 我觉得这个是 其中一个方法想提 那么 是的 有没有什么回应 或者你们 你们玩过的 马拉卡布 嗯 那我呢 你玩过大便 我又没有玩过去那里 故事 Cache Cache 我知道故事模式是怎样 你这样说 我觉得可以带到第二个位置 我想说的 就是 我觉得如果你说故事 game 是感上添花 就是 或者这么说 一只Europe game 加一些故事元素 去感上添花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这样 我就不觉得它是一只故事 game 故事 game 我想Andy 刚才说的 最主要是想带出的 就是说 故事是个core 就是那个游戏 就是我们好像去看电影 或者去看本小说 我们是想知道故事 由头到尾 就是说 应该是由故事 去引领玩家 想去go through 整个故事 这个会是故事 game 的核心 但是你刚才说的 譬如 Mark Carbo 那些 就是我玩一只 game 它有个故事 给你调一调味 我觉得这种 我觉得OK 好了 回来我第二件事想说 就是 如果你说故事 game 其实 我想没有人 没试过玩 游戏机 为什么我经常觉得 board game 的故事 game 我是不满意 我觉得不好 其实如果你稍微有玩过一些RPG game 又或者你玩过一些 我们所谓的 在游戏机里面的故事 类型的游戏 例如你玩的战棋 也会有故事 那其实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我不明白 为什么在board game里面 是出不了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一些我们所谓的 故事的分支 可能有些人 就立刻会挑战我 不是啦 Groomhaven也有 它有side quest 又或者是譬如有很多 这些campaign game 都会有side quest 但是我所谓的分支 是说 分支是会影响到 游戏的结局 是一个 就是我们叫做 决定性的 就是我可以 譬如我第一次 玩我走A的那条线 我会有A的结局 第二次玩B的那条线 会有B的结局 而 suppose 那个故事是应该 分开的 那这样 如果你问我 在board game的 体验上来说 你比我觉得 有类似的体验 最接近 应该就是telegrill 那 除了telegrill之外 这一类型的 就是作者 写定过剧本 的游戏来说 我就真的 不是很感觉得到 有 所谓这些 那么大的分支性的游戏 譬如pandemic那些 有分支 但是那些是假分支 来的 就是那些分支 去到最终 那个end point 那我觉得这个 是 是 是第二个 我觉得我 玩极我都不满意 就是好像最近 讨论 我都感觉到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那最后是什么呢 我未玩完 所以我也不敢说是否 但是 未有这个感觉 是的 影响剧情 这件事呢 其实 就是我们想 投入的故事 就是做一些 很重要的 decision 可以改到 故事发展呢 那是一个 故事 game 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元素里面 那其实 在现在 看到的故事 game 其实做到 这件事 真是少之有少 这样 真是好笑 是的 我有想想的 第一 如果把board game 和video game 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很好的topic 或者我们可以找个 有机会呢 再试试 甚至会找一些专家 上来谈一谈 嗯 但是你说 分屎那些东西呢 我两个看的 第一 我没有你想得这么灰 我觉得 我同意 就是 Tarangryl 是其中一个 做得最似的 的game 其实Tarangryl 是其中一个 做得最似的video game 的board game 这样 但是 譬如说 你有些game 好像Arkham Horror 卡的game 是的 或者 其实你要讨论的 就是说 很多 legacy game 是的 他未必过 结局 有很大的分别 有些事情 我不能说 但是 其实他都给你一个很不同的过程 就是我想少少回应的就是说 我觉得 legacy game 其实是 做着你刚才说的一部分 但是 我明白board game的难处 始终它是一只game 是要去 play test 要去 tune 的嘛 嗯 未必 那么容易 或者可能他们未想到这个位置 就是说 会set到最后 后来有两套不同的game 给你 那么你走完A 就没得走B的了 这样 我觉得 未必之后会没有的 是的 特别最近发展的事情 但是 是正在向那个方向发展 是的 我自己少少回应 不代表我 我不是说完全不同意你说的 只不过我觉得是 你说完全没有分析 我又不同意 就是Arkham Horror 卡的game 那些你都可以去做什么 做什么 然后你救了那个的话 就会影响了之后的一些 的剧情 我没有玩了这么多的周围 我不知道后面的周围 会不会再extreme 一些的difference 但是就算了 以我玩了两个周围的体验 我都觉得都在这儿的 就是 甚至我听说law of the ring的 Saga Edition那边 都有不少类似的东西 出现过 不过 这个就是一个 不如我们 都谈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完美的剧情game 刚才我们说要有分析 除了有分析之外 你觉得有什么 其实还是现在的故事game的问题 或者怎样才是完美 我先说一下 如果 说完一个故事 好不好 它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媒体上 可以呈现出来 可以是一本书 可以是一套电影 或者是电子游戏 那样 而在却油上面 呈现出来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想就是 就是那个 游戏性 和故事中间的平衡 一来你的故事 要捨得好 才可以做到 故事game的好处 你故事捨得不好 那 我觉得出来的效果 一定不是一个完美的故事游戏 那两边的平衡 我可能过一两关 故事 都有一些 值得让我继续下去 好像你刚才 或者之前 你讲过 公起份 你开了某些分枝 你很想知道 那条线是怎么去的 那你就继续走那条路 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两边 游戏性的有 故事也有 的东西 那其实 现在我看到的就是 就是 很多时候 而现在看到的 故事driven game 就是 那个 游戏性 和故事 那个互相推的节奏 和 那个balance 是有些问题的 就是好像 怎么说呢 就是 那个节奏就是 可能我 公起份 我们经常都会觉得就是 我们打完一关 或者两关 这样 用了可能两三个小时 那个故事 就是推进少少 那种rewarding 是未够一个motivation 令到你是 很想 很想 去继续去 重复去 去打这样 就是这个就是 我的其中一种感觉 那Andy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一个 都挺大的 的感觉 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一直都觉得 故事 game 我自己不中意 就是 你问我呢 其实今天的主题 你问我呢 我就是 我觉得是 找不到的 那 找不到是什么意思 就是找不到一只完美的故事 因为 因为 越玩得多 这类型的故事 的board game 我就越觉得 刚才Andy 说的 故事的推进 那个平衡呢 其实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不存在呢 因为呢 其实如果我们把它套回去 比如电视游戏呢 比如电视游戏呢 比如电视游戏 如果我们 比如说 那个故事写得很好 那我们可以 享受到那个游戏 就是那个故事 那我们会 满意 那你说 那个游戏性 就是那个游戏很好玩 就是那个游戏很好玩 这个故事要趁着 那都很容易去满足 但是board game board game 要做到这个平衡 比起video game 是难很多 难很多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 因为board game 有很多东西要去运算 运算是靠人力的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down time 就是譬如你最简单 你其实说真的 譬如我们现在玩 玩interview 那interview 其实玩的 玩过的朋友都知道 它比例如Groom Raven 那些来说 其实它容易很多 就是它要运算的东西 要结算的东西 容易很多 但是其实你玩下去 都要时间 当你玩一关 玩两关 玩三关 你可能一开始 会有很浓烈的故事 故事的味道 但是你玩到去后期 你慢慢慢慢就觉得 唉 我都要玩整个几钟 才可以读到那个script 才可以知道那个故事发展 那不如我们快一点点 那开始越后期 那些东西就会越偏 就是过不过多 可以可以可以 给你过 那你就会开始 游戏性就会开始消失 那这一件事 我觉得是board game 独有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 我又真的想不到 有些什么 是可以解决得到的 就是你要去 拿走它 那个游戏的时间 那就是玩游戏 那就是玩游戏 不用时间 那其实是没有什么 可能去做得到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反过去到故事那里 那其实刚才Ross 也有提到 就是board game 现在开始 尝试去做分支 那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分支 它要怎么去处理呢 举个很简单的 它真是有双床结局 那难道如何 我要弄两套的board 就是A故事的board 和B故事的board 和A故事的卡 和B故事的卡 那我想在board game 上来说 它在生产成本上来说 它未必会肯去做这件事 那可能就会出现 什么情况呢 就是那些假AB 就是A的剧情 又是用同一块board B的剧情又是用同一块board 只不过就是可能里面的script 会不同了 那些卡有一两张不同 那样的东西 那其实作为我们玩开 看开那么多书 玩开那么多video game 我们不会接受这些这样的 所谓的假分支 那所以你问我 会不会找到完美的呢 我想可能要有下一个 Groomhaven的作者 就是一个那种 完全不理成本 完全不理赚不赚到钱 纯粹是想出一只 所谓完美的故事game的人 去不计成本 去出一些这样的game 才有机会出现得到 就是可能你说我悲观 那Ross你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很正面的 真的 我也不理这些人的要求 真的太高了 我觉得 那问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我同意这个难度的 就是你有一个好的故事 有一个好的机制 还要夹到 其实整件事是难度成三倍 因为通常你如果是Europe game 有一个好的机制 你已经偷笑了 是不是? 有一个好的故事 Time story 都不是一集做到 都偷笑了 还要跟三个一起 就是还要将难度再加多一层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又不是说没有 要只是要再改善而已 就是第一 我觉得其实 你刚才说 除了没有分支的人 我不够你讨论之外 就是讨论之外 其实我觉得 很多Legacy Game 甚至乎 Pathletemic Legacy Season 1 其实我都觉得做到了大半 就是他未必做到说 我有multiple ending 但at least 都已经有一个属于你们的故事 而甚至乎那个故事是 作者虽然是有设定的 但是这个故事 发生在你这个Game Group身上 和在我这个Game Group身上 是有少少不同的 不评论的情况之后 我很难再说不去 大家明白就明白 那这是一件事 是不是? 甚至乎 你说 机制、剧情 什么混在一起的 你看看BGG 现在第一位 Groomhaven 我觉得其实他做了八九成的了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制 你真是不能不佩服 Isaac自己想出来 一个好像很简单 但是实际上没有人想过的 一个机制的东西 再继续一个 是我同意的 我还没玩完 大家知道的 但是这个故事 我听说第一集是一样的 但是至少也有个故事 故事推进 你选择不同的道路 其实是在的了 是的 可能Forcehaven 就是那只完美的游戏 因为Groomhaven 也有它不少的缺点 对不对 其实可能下 也不要忘记电换 电换 我说电换 二三十年前 已经有RPG FF1 已经开始 其实它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同意 我们的定论 由Time Story 是一个starting point 的话 几年了 它已经走到这一步 我觉得完美 未必是以黑油 但是我觉得 如果有一些作者 可以fine tune到 找到刚才我所说的 好的故事 好的机制 以及好的混合 混在一起 那就是on the way的了 甚至乎 我觉得KH 你很喜欢的Rack and Rim 其实就一直在找这个sweet spot 是不是 金经常说的 sweet spot 这三个的位 是的 它很努力的了 Tedon Grill 之后 又来Elderfield 之后再来 ISS Rengard 或者可能ISS Rengard就是 我不知道 因为它相对地 没有那么复杂的gameplay 但是 可能很多故事里面 你不知道 所以 我正面的 我明白你的担心 但是我不觉得 是完全没可能的 如果它做到这样的话 我第一时间全入 因为大家知道 这件事情 我有件事情想说 就是我觉得 现在市面上 出故事game的人 有些是觉得 他的野心太大 他的股市量太多 可能是说 要上Kickstarter 或者某些原因 他要做到很多 很多东西出来 好像很丰富 但是我觉得 一个好的故事game 你故事射得好 加上机制好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去到 是一个很epic 很长的campaign 你可能是 玩十关也可以 那现在 就是 我现在觉得 很多时候就是 你写得这么长 但是你又 不能复制到 你那个 能复制到 我们观众 玩家 体验不到的话 甚至是有这么好的体验 又未做到 那为什么不 说实际 我的故事寫好些 寫多几个分子 但是故事短些 我们要看不好些 这个我觉得 这是其中一个方向 可以走的 就是不要 什么都说 由Goomhaven 做到这么伟大 这么epic的世界 你可以将世界观 缩小 缩小 所有东西做好些 这是其中一个方向 而刚才 Ross 又说回Goomhaven 其实他都做了很多东西 你看看 Jaw of Lion 其实他知道 有些什么 是会令到 阻碍我们玩家 去体验的故事 包括setup 包括Russi 等等的东西 用了本书 大家开游戏快了 玩得快了 每一关玩得快了 对感受的故事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好处 那现在我们可能 你听到 就是现在的新的游戏 好像forgotten water 那样 它里面的剧情 它有voiceover 有了所有的背景音乐 等等背景的声效 那这些呢 也都令到我们玩家去 体验一个游戏 是非常的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代入感 是强很多的 那么我觉得 只要把这些 这样的元素 每样执些 每样执些 放回到同一款游戏 而那个设计师的野心 也都不要太大话 我要做一款 这个世界很大很大的 一个游戏的话 是可以早点做到一款 我觉得是 好的故事脏游戏 Andy 说的 我是认同的 就是我觉得 太贪心而导致到 这个情况 比如好像 interview 也是个例子 就是 其实头那半呢 我们是满意的 但是玩到后面 越玩就越觉得 好像很长 那些东西好像很重复 那这个留下我们到时候 review 那但是呢 刚才Ross 这么说呢 说着说着 我在想 其实会不会有一个 这个真的很 意上天开 其实会不会我们整天的 那些board game呢 都是一些外国 就是欧美地方的人 去做呢 其实我们想回 RPG game 最正统的 或者做得最好的 是日本人 其实会不会 当日本人 去拿一只board game 去做RPG 出来的效果 就会是我们想要的 呢 其实我 我就是这么说 我不是说外国人 不玩RPG game 只不过 可能他们去想的 就是好像写小说 就是个故事 有头有尾有结局 就是一个 一个好的故事game 但是你知道 日本人不是这么想的 日本人是喜欢扭桥的 就是他们那些 那些黄道故事 那些留番勇者斗我龙 他有很多扭桥的东西 那会不会是他们会好呢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我突然间就想起 其实呢 近年的board game 令到我很深刻印象 在故事上高 反而呢 就会是什么呢 就会是 譬如阿金的Top 10 就是他的 All Time Top 10 的这个 Challenge Looper 其实Challenge Looper 在做的东西 就是Time Story 在做的东西 但是他就用一个 很特别的方法 他就用 很简单的 用一些卡 去做那个效果 他就已经做到出来 而甚至乎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系统 那些人会自己 上传一些故事上去 去玩 那这个是第一 另外就是之前我也有 好像有 在番绿丁也有介绍过 有一盒很小的卡 就是日本人 又是 又是一个故事 game 一盒很小的 就好像啤牌 那麽小的卡 那他就已经做到一个故事 是被我们玩完 是有惊喜的 我觉得一样东西就不用长 是你有没有心思放进去 里面 我很记得那盒卡 我买完回来 第一件事 Ean跟我说 喂 RPG Game 我说 RPG Game 不是马卡 那麽小盒 好像PayPal 只有十多张卡 好像Nano Game 你跟我说 RPG 他说是啊 那我回去帮你递一递 然后玩 那我都心想 算了 我当是买公仔 跟着玩完之后 我们个个都是 喂 不行 一定要捉HAPPY玩一次 HAPPY很喜欢玩这些故事 game 怎麽都要递一递一递 玩完之后 大家都觉得 OK 其实我想 是不是 其实就是 我们未找到一个 对的designer 对我们口味去设计 这些故事 game 就是会不会 留意一下 那些日本的 就是那些故事的board game 会不会他们又递 又或者 有一个 喜欢日本RPG Game 的欧美designer 会出到一只 我们想要的 完美故事 game 这个我都觉得 是有趣的地方 到时候 如果真的有一只 很好玩的故事 game 我们就真的 要追一追 这个designer 究竟他的inspire 的point 究竟是什麽 令到他想到这些 我明白的 我觉得 第一 我们觉得 都引伸了个题目 就是video game 和board game 就是要找的机会 要做一做这个 再细细的题目 可以说 但是第二样东西 就是说 我会觉得 kickstarter 也是一类的事情 就是kickstarter 令到大家 现在 哇 我这么想 有100关 你现在只有10关 你跟我说 这个钱 因为有时候 大家都很现实的 你未玩 你不会知道 那10关 原来真是精精彩彩彩的 那 就 这件事 我觉得是 就是 将这件事 拉长呢 我有点觉得 是kickstarter 那个病态呢 令到这件事 那些designer 很难做 他想 都不行 因为如果我 十关精精彩彩彩 但是我 卖不到出去的 那些人不信我的 那就是 咬嚼 是不是 而加上 这个 读得很清楚一点的 这个scratch goals 的概念 是不是 又加两关 又加两关 又加五关 又加个scenario 加多一个box 另外几个box 就好像 多 就是底 那 那 令到这件事 难度高了 我明白的 你每次都要写到 这个大长金 大长篇的话 不是 那你还要再将这件事 由起承转合的话 其实是困难了 或者你一定会有低潮的 这个就没有办法 一定会有事 这样 你说日本这个位置 你知道的 日本game 我很少涉猎的 或者你找个机会 你找一些 刺样的 就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日本的人 都是简单单单 卡game 如果真的要交易 他就去打机 如果你说他boardgame 他还是很幼暖的 只不过我就觉得 其实日本的RPG game里面的 一些元素 放在boardgame里面 是有得做的 其实很简单的 就能做得到 最重要就是那条桥 是条桥 我玩过 我试过 我记得的 有印象的 有深刻印象的 那已经是一种好游戏了 你不要说什么 你只是这个时空穿梭机 那个叫做 英文叫什么 哎呀死了死了死了 Cornal Trigger Cornal Trigger 那条桥 你放回去 我们现在的boardgame里面 已经我告诉你 可能会毁天灭地 就是你可以 回到过去 改变故事 哇 Time Story就是想做这件事 但Time Story是完全做不到这件事 他只是回去重复故事 他不能够回到过去 改变过过去的历史 令到现在这件事有转变 如果做到这件事 你跟我说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如果他做到一只RPG game 可以这样 我说的 你是不是都要 那什么事 你明白 其实一些想法 二十多年前的想法 你到现在还没追得到 你不是的 你还跟我说 打龙 打怪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Kickstarter 你集资了那么多的钱 可不可以把方向想 转一转 我不是要Figure 我不是要这些 你说真的 你听了叫 你Figure拿出来 拿了多少次 是不是 那些Figure都是 放在这里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出来用的 对故事到这样 我觉得又不是真的多了很多 为什么不花多这些时间 可能你每一关 你真的做一首音乐给他 你知道音乐在对一个RPG game 如果又打过几次就知道 有多么重要 我听一首歌 就可能记得那个画面 或者等等的东西 或者你每一句对白 你书里面的对白 真的找个很精彩的Warshover 去很用心思去读 去做 或者故事一开始就已经写好些 我宁愿是要这些 就是你把那些钱 花在这些地方 instead of a few figures 你不要说什么 你就这样 比如写个好少少的apps 去代替那本script 其实ISS真的正在向这个方向 就是它真的正在做我们刚才说的 比如setup 现在就用本书 就不用用tiles 那本script 它是用app去做 还要有save功能的等等的东西 那这些我都觉得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都是真是一条桥 就是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就是那句给一些惊喜我 就是要有 我要有惊喜 就是要这些了 真的没有了 就是这个位置 所以为什么我经常都很不满 比如说真的 你刚才讲这么多 你讲下去讲Groomhaven 其实说真的 Groomhaven 我觉得如果你说 是真正在那个故事 在那个故事上 的惊喜 其实我所知 就是要计我身边的人 就是个个都剧透我了 我是不觉得有些什么 就算Happy 常常强调他有些out of box 那些东西 其实不是故事 那是一个都懒懒的角度 就是它是一个gimmick 不是一个故事位 就是它不是故事 就是可能玩了30关之后 就告诉你 原来那个坏人就是这个 I am your father 就是不是那种惊喜位 就是我会觉得 给他多一点点时间去 我明白在哪里 我感觉你们两个条巴非常高 不过当然 叫得完美 就不是那么便宜 但是但是 但一个问题是 我始终觉得 去 board game 向这个方向发展 其实不是真的 很久很久 嗯 那要给他们想一条路 我都是那句 我觉得AR 就是ARACAN RIM 是很用心去走这件事的 而不少的 Legacy Game 其实都尝试过的 就是Pandemic Season Zero 等等那样 那分分钟Force Haven 可能再近似些 做到它那个效果 那但是 可能的担心就是说 是不是真的 那么多人想到那么盡呢 还是 可能 都可以了 插个故事下去 每一集有点 又Kickstarter 反应又不错 那样 那我怎么收到200元呢 是不是 那你好的故事 就是个个都说自己好的 那所以 这个 这样的 Kickstarter 的 情况出现 不会 我这个位置 就有点不健康了 就是可能 最后来 变成真的 那些大厂肯去投资的 我有一款 我挺期待的 那 但是 就 详程就 卖个关市 在我下一集的 这个新闻相助讲的时候 就会讲那款 可能 可能 那间厂 和那只 game 就 又 除了Arican Rim之外 有另外一间 因为我知道 这个designer 是很擅长做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东西的 说不定 他就可能 他要crack the clock 或者 是谁 或者 我觉得 我觉得未必可以 我觉得未必可以 不过我也期待一只 game 但我未必 期待一只 game 但是未必是 完全是那只 但是就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因为我 我挺期待 他在那边做的那些东西 就是 特意卖关市 你猜就猜就猜 猜不到就等 我二月份的 新闻相助讲 如果不是有新闻 当然是说 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 是不是 难道我又 难道我又 难道我又说一下那些 那些 那些 不要胡说 不要胡说 什么 什么 继续 Andy 有没有什么 最后补充 今天很深度 这个 其实都看到是向着那些方向发展的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设计者 很多不同的公司 很多不同的公司 都尝试找着 找着这些东西 是大家想要的是什么 但是希望他们 都继续努力 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到这些东西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再次多谢Andy 就和我们吹一吹 整个这么深 但是有 都谈得很多东西的题目 那 真的多谢大家观众的支持 那喜欢的话 记得like comment share我的影片 那我们最近发现 原来很多人subscribe 但是没有按钟仔 麻烦你给我按钟仔 那你们记得拍片的时候 宣传按钟仔 很重要的 是的 那都多谢patreon 那支持我们这个题目 不是他们选的 但是我觉得是挺有趣的题目 那我们下一次呢 就再找下一个嘉宾主持 再和大家聊聊 那我记得有什么意见呢 你觉得故事game 什么是完美的 有什么是miss了的 还是你同不同 同意我们哪个多些 因为今次我们三个有些不同的 那都可以留言支持一下哪个 是他们两个要求很高的 没有理会他们 好了 那我们下集再见 Thank you 拜拜 多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like comment 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还有很多不同的节目 等着大家 特别多谢所有patreon的会员 好开心 一齐可以和你在discord里面 谈 game 选择新节目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夹我们 我们下集再见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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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